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内阁。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内阁、张杰、四位副总理的部分内容,讨江欢欣,胡不满意他。 众所周知,张高黎是江派人马,但他是怎样与江泽民挂上钩的呢? 曾担任过中组部长张全景的秘书,后任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新贵子,酒后土真言,有不少有关江泽民和张高黎关系的爆料。 为什么当初江泽民会重用张高黎? 为什么当初要成立信息产业部? 为什么要将江泽民儿子成立的中国网通,进行多次整合? 为什么将王府井东边地块,给了李嘉诚,开发东方广场? 为什么张高黎感冒风险,高呼江泽民万岁,而能进入政治局? 新贵子透露的线索是,通过张高黎的担保,李嘉诚与江泽民家族建立了特殊联系。 通过其儿子旗下的电信银科,给了江泽民儿子中国网通500亿资金。 江泽民集团将京城最好的地块,东方广场,给了李作为回报。 李嘉诚更是张高黎,从深圳到山东,再到天津任市委书记并进入政治局的幕后协调人。 新贵子还说,将退位后,在主政山东的张高黎陪同下去,泰山还愿。 张下令将整座泰山封闭,让泰安市全套班子成员,以及济南所有的厅级以上干部列队欢迎,更趁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将将与毛泽东放在同等位置。 新贵子上述说法,均无法证实。 但知情人说,张高黎调到山东,确实是江泽民清点。 中共十六大筹备期间考核干部时,广东省不少人提出张高黎对深圳党政机关和公安腐败、金融、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等责任不可推陷,但被将压了下来。 张高黎主政山东时,最被媒体津津乐道的是,八人大叫台江泽民登泰山。 2006年已退位的江泽民,要登泰山,主政山东的张高黎,不顾,正值五一假期,下令泰山封山两天,并要地方领导班子和官员列队欢迎,迅士下属称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又特被八人大叫台江上山, 自己则紧跟其后,恍如古代皇帝出巡。 由于张高黎极力讨好江泽民,胡锦涛对这位被称为江派人马的省委书记一直不太满意。 2003年12月中旬,胡锦涛带领中央部委干部,分六路到山东,河南二省农村视察搞调研。 当时有评论称,山东河南两省一向报喜不报忧,是全国弄虚作假大省的样板。 但吴关正得知,胡锦涛决定去山东省视察时,立即通知山东省委书记张高黎搭好戏台,准备演绎出五股风灯。 胡锦涛到山东省视察时,山东省委书记张高黎安排他到资博、来屋等经济发展较好地区, 具体去谁家都安排好了,但胡不肯看戏,而要自行选择,结果双方各让一步,去了河泽、辽城地区。 胡走访了几户农民,都是员工社,大对干部家庭,之后,对陪同的省,是干部说,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但是眼前确确实实是农民现状,一片清平景象, 他们还住着八十年代中期救灾物资建的临时住房。 270多户的村子,有300多名士林学童,仅有52名能进入小学读书。 胡锦涛还考察了秋季黄河水灾的灾区东明,正成二县, 并特意造访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豪华住宅。 胡锦涛问陪同他的省委书记张高黎,省长韩玉群, 这一情况,你们有没有了解,有没有下去搞调研, 现干部住的豪华住宅恐怕比解放前的大庄园主也毫不逊色。 这钱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农民血汗中占有的。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据港台传媒描述,当时张高黎板着脸说,这是腐败,独职行为。 而胡锦涛则黑着脸当面指出,说明白些是违法犯罪, 是欺诈农民,要逼农民上梁山,造共产党的反。 至于这些政治八卦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高,谁都说不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锦涛对江派人马向来不敢冒, 当然张高黎也不例外。 争荡王储,败给习近平。 虽然胡锦涛不满意张高黎, 但把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曾庆红则是最大的保护伞。 不可不论的是,张高黎出任山东省委书记后, 山东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2006年,山东省的GDP增速14.5%, GDP总量首次超过2万亿元, 在广东之后,与江苏省携手进入2万亿GDP俱乐部。 当时,有官方媒体评价称, 在山东五年多的时间里, 张高黎践行了他就职省长时的诺言, 做一头老黄牛, 为老百姓耕地耕田, 做一把雨伞, 为老百姓挡风遮雨, 做一块石头, 为老百姓铺路筑桥。 中共中央对张高黎的评价是, 在他主政山东期间, 以创造性的工作, 开拓了山东发展的新局面。 山东省省长韩玉群称其在党的建设,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倾注了全部心血, 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来自中南海的内部消息称, 陈良于垮台后, 选派谁来主政上海, 成为中南海一个棘手难题。 经过中组部多方考察筛选, 结合最高决策层和党内元老们的意见反复磋商折中, 提出了三个人选,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和山东省委书记张高黎, 进入最后候选名单的这三人各有所长。 中央组织人事部门派专人分别在三个省用各种方式调查, 征求意见。 结果, 习近平最受各方好评, 拔得头筹。 而李源潮, 张高黎的竞争力稍逊一筹, 失去了上海市委书记的机会。 张高黎便被安排到了另一个直辖市天津, 有人说, 失去了到上海执政的机会, 也就失去了成为中国王储的机会。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虽然过去, 有过江泽民从上海一把手一跃而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先例, 也有习近平从上海一把手一跃而为中国头号接班人的旁证。 但是, 这并不是规律, 并不是说中国主政者必须从上海一把手跨上来。 当时有评论断言, 根据张高黎的年龄可以肯定, 他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最高决策人。 但是, 成为常委, 还是有相当大可能的。 毕竟, 江泽民不仅还有余音可避, 而且也需要在贾庆龄, 李长春, 周永康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有的有幸的过的人断后。 虽然争荡王储败给了习近平, 但江泽民和曾庆红还是十七大前, 把张高黎调到一个更好地方, 担任天津市委书记, 为张在十八大的晋升, 抢占有利位置, 从而为张高黎晋升常委, 铺平道路。 主掌金门, 呕录征荣 2007年3月25日, 张高黎改任天津市委书记, 当时有评论家指出, 张高黎入主京城, 或可破解环渤海地区各省各自卫政, 缺乏分工合作的弊端。 因为张高黎在山东任职六年有余, 以其对环渤海发展之熟悉, 对推动十一五规划的天津滨海新区, 以及环渤海区域经济, 应可驾轻就熟。 天津是个风水宝地。 当初, 胡启力和李瑞环从这里出发, 都能进入中南海。 如今, 天津与北京之间建起了高速铁路, 市委书记张高黎能否坐着高铁, 更上一层楼, 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张高黎一上吊就强调, 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要着眼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立足于全国发展的大格局, 进一步增强机遇一时, 优患一时, 责任一时, 用新理念研究新课题, 用新思路谋划新突破, 用新举措探索新路子, 用新模式构筑新优势, 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 尽管还是套话路子, 却还是显露他信心满足。 当时有人评价张高黎是从南到北, 资历完备的封疆大吏, 未来前程未可限量。 在全国三十多个诸侯当中, 在政治局二十多个委员当中, 张高黎可以算一个平时看不现, 偶尔陆征荣的角色。 只是在天津闹出什么大动静, 例如那年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的关头, 才能看到他的身影。 听到他的声音。 张高黎掉到天津后, 就开始高调反腐, 削弱李瑞环的势力, 莫想到李瑞环的亲信宋平顺突然自杀, 激化了矛盾。 掉到山东当省委书记, 李瑞环的前秘书李建国, 抓住张高黎的的救赎,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一和, 指使市公安局副队长, 炸死情妇刘海平一事, 也大张旗鼓地高调反腐, 对张来了一次反制行动。 派系斗争以诸侯争斗的形式体现出来, 犬牙交错, 刀光剑影。 段一和却有贪赃枉法, 舆论没有意义, 他为情妇刘海平在济南购买了四套房, 二辆车, 但最终不能忍受柳多次结婚要挟, 最终动了杀机。 2007年7月9日, 爆炸案发生后, 段一和很快就被逮捕, 8月9日就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9月5日爆炸案主犯段一和, 陈志就被执行死刑。 死人再也不能开口, 联想到段一和8月9日在法庭上高喊, 我不服。 这种处决速度, 怎么不让人顿生一斗? 尽管如此, 张高黎这一年, 在中共十七大上仍然进入了政治局。 胡温之剑分析说, 天津和山洞的矛盾激化, 某种程度上讲, 并未出乎胡温意料之外, 他们之所以搞诸侯调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 正是要达到这种效果模。 但是他们不期望, 各方都在对方的盘整, 对方救赎整的自杀, 杀人不亦乐乎, 闹到无法收场。 段一和被快刀斩乱麻的处决, 就是这个缘故。 收拾天津帮, 有功劳。 自2003年, 胡温全面主政后, 随着环渤海战略的提出, 中央开始重点发展天津滨海新区, 并期望滨海新区能成为 继上海浦东新区后,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继中央宣布, 将在金融政策方面, 给予滨海新区特殊优惠政策外, 2006年6月, 法国空中巴士公司宣布 A320飞机的总装线, 亦正式落户滨海新区。 不过, 香港传媒指出, 天津官场中长期存在的腐败和关关相位问题, 成了天津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 引致中央决定整顿。 2006年中, 副部级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 被双规, 打响了中央整顿天津的第一枪。 2006年底, 中央又调派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献甫出任天津市纪委书记, 到2007年3月, 张高黎又突然空降天津, 显示中央正式展开在天津的人事大手术。 天津原检察长李宝金, 在张高黎来天津9个月之前, 就锒铛入狱。 张高黎来后, 加大调查力度, 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也被调查, 宋不久后自杀, 接着又有原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提前生免职受查。 据检察机关侦察证实, 李宝金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形成的影响, 为他人谋取利益, 索取和收受贿赂, 共计人民币571.47万元, 美金1.8万元, 港币1万元, 共计折合人民币587万余元, 挪用公款1400万元。 2007年12月19日, 苍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 和李宝金悔罪表现, 判决李宝金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瑞环掌管天津时, 曾栽培了两个最得意的门生, 一是原天津市委书记,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昌, 二是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 天津市副市长, 市委政法委书记, 市公安局局长, 天津市第十一届政协主席宋平顺。 由海外媒体披露, 为了表达感谢之情, 宋平顺曾跪在李瑞环面前, 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仪式, 任李瑞环做前爹, 宋平顺做李瑞环的前儿子。 李瑞环把张立昌也叫出来, 要宋平顺拜张立昌做大哥。 两个得意门生, 却在半年内相继离开人世。 2007年6月3日, 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2008年1月10日, 张立昌在天津病逝。 宋平顺从一名公安系统的客员到正部级官员, 又从铁腕公安局常蜕变成腐败分子。 据官方的权威说法, 宋平顺畏罪自杀的主要问题是道德败坏, 包养情妇, 滥用手中权力, 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 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 有传闻称, 宋平顺自杀前中继伪专案组曾和他谈过话。 关于宋平顺自杀的方式, 一度传出四重版本, 抹脖子, 割喉, 绝命, 上吊断气, 堕楼而死, 服毒身亡。 其实, 他是用塑料袋紧紧套住自己脖子, 窒息而死。 这是一种相当少见的自尽方式, 需要自杀者有很大的决心。 宋平顺用这种方式自我了断, 本身就起人疑斗, 他为什么着意向人显示自己的决绝? 他是向谁显示呢? 知情人透露, 对于宋平顺的死, 大多数民众为其东窗事发而拍手称快, 但不少官员也松了一口气, 对宋平顺嘖嘖称赞, 感激不尽, 宋平顺够意思。 在纪委人员找他谈话之后, 十大体, 雇大局, 当机立断, 自负皇权。 他将无数不可告人的秘密, 带进坟墓, 保住了不知多少人的权威富贵。 据知情人介绍, 宋平顺经过多年考验和筛选的情妇有50人左右, 有企业家、 演员、 模特、 教师。 他最信任的徐敏, 在天津注册成立企业, 其经营项目大都和政法系统有关, 如红绿灯等交通管制器材等, 获得垄断暴力。 有人说, 至少有数十亿之谱。 他对中国的变局早有预料, 未雨绸缪, 除了将自己变成香港居民, 而且将大量财富转移到了加拿大和香港。 宋平顺自杀那天, 李卫环正打算去天津, 找这几个老部下。 车行津津途中, 他接了一个电话, 得知前儿子身亡。 李卫环立即要司机掉头折返, 回了北京。